学完以后我出门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我掐纸一算我就知道 这个月的哪一天 是我该握住我的财富 就不要出钱 这些都是通过学习能够学到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Ryo老师 欢迎收看谁来开讲 我们老师又来了 思涵老师跟大家问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思涵老师 很开心我们又在这里见面了 先两集我们提到1号到6号 反应是非常棒 接下来紧张了 因为这里面有我的一个数字 如果我们在分享之前 先问一下老师 因为我有跟朋友在分享 本来问我一个问题 我不到会回答 我想请教一下你 他们在问说 我们这数字易经 跟算命有什么不同 算命的话 是把你的命交给先生去掌控 我们数字易经是 教你去掌控自己的命运 所以算出来之后 变成自己人生的一个导图 变成我们自己的一个 使用说明书 我现在做任何事情 我还会真的翻翻看一看 想一想 这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没有学数字易经 做什么我们就冲动做了 现在学数字易经 先看一下 今年走什么运 这个也等于是 从我们的数字上面 就多了一个军师 你自己就是自己的算命师 所以你看 如果我给人家算命 他基本上就告诉你结果 但是我们透过数字易经 我们可以了解每一个过程 每一个数字都不一样 所以可以决定自己的命 你自己的数字 你的命是由你来掌控 你的数字要走正面 还是走负面 是由你来决定的 我也更好奇 那老师 你当初怎么去接触 他的数字易经 我其实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一个朋友的邀约 然后就去到一个 他们免费的课程里面 去听完这堂课 我觉得好神奇 讲的我都验证了 特别是讲到 这个数字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全都是我掉进去的坑 当老师在那边讲的时候 你自己就感受到 感受得到 好像讲的都是属于自己 都是讲到 每一个 就是我拥有的数字的 负面的职场 全部在我身上发生了 正面都没到 全部都到负面 我们没有学习 根本就不知道 其实我们平时生活当中 因为太过压力 其实每次都是 不小心就走了负面 当时你去学的时候 因为你的个性 也是比较留不住钱的 基本上去那边的地方 吃捧场是一定的 但是你这次捧场对了 但是我缺事的原因 大号人爱面子 然后缺事就是不会掌控 因为你没有事 你花钱比较大手大脚 所以刚好也是这样的原因 又再加上 上面老师说的 刚好这些负能量 跟你的都蛮贴近的 其实真的没有学过的人 比较容易走向负能量 所以说我觉得这堂课 是大家真的 一定要来学的一堂课 为什么我们自己学了以后 会把自己的小孩带来学 把自己的伴侣带来学 把自己的兄弟姐妹带来学 因为我学是果受益 我懂 我今天学完以后 我出门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我掐指一算我就知道 这个月的哪一天 是我该握住我的财富 就不要出钱 这些都是通过学习 学到的 所以我就发现你真的是 改变很大 谢谢老师 其实因为我跟思安老师 也是很有缘分 过去我们在几年前 我在新加坡去演讲 思安老师都是一群老师 都坐在底下听我说课的 现在不一样 现在都我们在底下 跟思安老师请教 学习完跟学习前 真的是差很多 学习前您是我的学生 学习后我是你的学生 老师你客气了 你谦虚了 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提到 最后面的几个数字 就是七号八号九号 我们两个都是八号人 对 就精彩了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 到底七八九会是什么样的变化 所以我们先来谈谈七号 七号的数字 在我们的数字的磁场里面 发挥出来就是幸运 这跟国外还有连在 还有一个就是说洞察力很强 关键是他人脉多 是自带朋友圈子来的 老师你不就有七号吗 我有七号 而且是在事业位的七 我爱听你是七 所以那天我不小心说漏嘴 你在事业上面支持你的朋友很多 人脉圈子很多 你在婚姻方面 爱慕你的女性朋友也很多 我们粉丝号很多 我们前面的粉丝 70%都是女性 而且都是一些大姐的支持 不过前两天很可爱 有一个20岁的小妹妹回一个 老师不是只有40岁50岁才喜欢你 我们20岁也喜欢你 哎呀是不是验证 七号的魅力 七号就是一个人脉 人脉它有分贵人 同时也有小人 因为你人多嘛 人多就杂了嘛 有的好的有的坏的 如果你联合数字里面又来了 我们讲贵人号 如果这个贵人号 你能力够强 他就帮你吸贵人过来 但是如果你能力不强 你就是别人的贵人 还是能量高 但是七号人 如果说一不小心走入负面的状况下 因为我人太多了 我有的是人 所以就会出现把朋友放在冰箱里边 这就是说他把这个朋友用了以后呢 就放一边了 但他在想要用的时候 随便又找另外一个朋友 又有朋友帮他了 因为来得太容易了 所以不大会珍惜这些朋友 如果走到负能量 你认识我那么多嘛 我没有差嘛 这样也不好 像是人家是真心换我们的绝情也不大好 但如果这个生命里面没有期的呢 没有期就 我们讲说不是那么幸运的 他永远都是别人的贵人 他想要人帮的时候 没有人帮他 不是帮不上 是别人总是有很多的原因 帮不了他 一个人要自己努力 得不到其他贵人的资助 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不幸运在哪里呢 就是说没有医院吧 医生的缘分 也就是说他遇到意外事故 就缺乏被救的缘分 缺7号挺可怕的 有带来生命危险 那要赶紧教他们怎么办呢 我有一堂课程叫做心中有数来学习 这堂课学完以后 你自己就会对自己的数字心中有数 所以他会告诉你 命盘里面有的数应该怎么去发挥 你这个生命中缺失的这些数字 我们应该如何补足 通过学习以后就发现 我先天补足的 可以通过后天补就简单了 所以我们从这边了解到 7号其实是一个 Lucky的数字 人脉特别好 朋友特别多 但是一定要特别注意 不要走到负面之后 不把朋友当做人看 到时候呢 你的贵人就变小人了 如果假设没有7的朋友 要赶紧的去试按老师的课程 去学一学 怎么把这个7补足 不然真的是 做任何事情没有人资助的时候 真的是很辛苦 不要靠自己 这是7号 那8号呢 也到我们的号码 我们是天底下最好的朋友 我们是愿意为了朋友两列插刀的人 为了朋友可以牺牲自己利益的人 最让人心疼的一群人 好像都是别人好不是我们好 好像我们都是为别人在付出 好辛苦的号 8号人在为别人付出的情况下 要多疼一下自己 真的你就完全对别人来做奉献 有时候就比较不心疼自己 有时候是苦了自己 高兴了别人 我们常常用一句话 来形容我们8号人 荒了自己的地 种了别人的田 难怪是全世界最好的朋友 你看我们两个能够成为好朋友 我们也跟这么多人做朋友 就是这样 就是凡是我们能付出 就多付出一点 我的想法也是这样 所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我们这意思一定要交几个8号的朋友 非常有爱心 有责任性的朋友 他的负面是什么呢 他负面就是因为我们8号人 太过爱面子了 你看以前我不会拒绝人 就是因为太爱面子 让自己陷入 被动的状态 面子是谁给的呀 是别人给的 不是我们自己要的 不过确实在老师的分析 我也是这样子自我检讨一下 其实面子这两个字 确实是让我们损失了非常多的时间 也非常多的金钱 有时候真的是为了爱面子 其实明知不可为还是为了 明知知道这不能帮还是帮了 明知道不能救还是救了 但是我们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如果理性一点 可能就不做这个事 所以8号会不会太过感性 人家捧一捧我们 我们就哇 头都晕了 你有这个感觉吗 有 我有这个感觉 人家捧一捧我们说 老师这只有你 一定要你上 这听一听好像不上也不行 就是有这个感觉 所以就是通过学习 才会明白自己的定位在哪 没有学习之前 我们是被数字控制着 学完以后我们来控制数字 所以其实8号是一个最好的朋友 是不错 但是后来也要慢慢学习 如何审慎的去评估 可为跟不可为的事情 我觉得这才是8号人要学的 如果生命中没有8号呢 不爱抽热闹 不爱管闲色 因为我们8叫做 是一个抗压能力很强的号码 我们没有8了就抗压能力比较弱一点 就是凡事 首先想的就是 压力好大 你先逃再说 如果你找到他帮忙 一般的人他不帮 但是他真的答应你帮了 你就不是一般的人 练选但还可以 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明不明白 一般不帮人 帮的都不是一般人 所以如果他不帮我 我就是一般人 如果他一帮我 你就不是一般的人 好嘞 那9号呢 是非常让人羡慕的一个号码 那个是你领奖台最近的一个号码 拿收获的号码 心想事成的号码 我们号码是1号到9号 所以1是一个创始号 那9号就是一个收回 这个收回就是丰收的意思 它包含了1的领导力 2的沟通力 3的行动力 4的策划力 5的领袖力 6的智慧和吸引财富能力 7的人脉 幸运力 8的责任的能力 9号人 那就叫做付出1分拿10分的人 但是也要给大家一点建议 心想事成 好坏都灵 如果一旦你想着说 哇我要发财 我会赚钱 我的这个生活会过得很好 心想事成 如果说哎呀怎么那么倒霉 我今天怎么那么衰 就有些人喜欢想这种负面的 他还真衰 就是真的遇到了 真的会这样 没有学习过的9号人 多数都是想的负面 你这样讲我真的想到了 老师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针对一个没有学过的 还有是一个9号人 他经常都是用负面的心态去面对 他就会觉得说我人生真衰 我觉得我今天会跌倒 出去就跌倒 我觉得我今天会查到狗屎 就踩到狗屎 于是他经常的这样他就发现 你看我就是一个衰的人 所以他如果来学习 他就知道原来我今天只要想正面 我也可以心想事成 把整个的思维改变 人生就改变了 真的对人家有太大的帮助 9号真的很厉害 所以这个坦克为什么说我们讲的能够普及大众 就是你看一个很简单的9号 他只要懂那么一点 我心想好事才能就够了 9号能量低还会变怎样呢 因为9号它是就是我们讲包含了一大八特性 他机会就特别多 因为太过容易拿到结果 他就会贪 机会太多了 又容易被别人认可 所以他就开始贪了 其实有时候成功来得太容易 就不懂珍惜 然后要了还在要 他就不会觉得说这样就够了 最后你因为太贪了嘛 就一事无成 没错 就凡事都是过于不及 就是中庸之道也很重要 那如果命中没有酒的呢 就是真的叫做付出十分 拿一分 甚至一分都拿不到的可怜的宝宝 我们常常说努力就有回报 但是看如果命中没有酒的 真的努力不一定有回报 不了解不知道 为什么我这么努力了 为什么总是拿不到我想要的结果 原因就找到了 只有通过学业才找到 这没有酒的人 除了这还有其他的吗 还不被人认可呀 鼓励又不会成功 辛辛苦苦做工作有我们 到时候生殖也好 家庭也好 没有我们 就是因为我们缺酒啊 我们在家里面坐流坐马 任劳人员的为家庭付出 最后孩子不认可我们 先生或者伴侣不认可我们 是不是我们也是很委屈的一群人 在家里好可怜 在工作上面自己的付出跟努力 最后成果又被人家拿走 好辛苦的一个号 那怎么办啊 这个一定要来学习 把这个酒给找回来 你如果人生永远都拿不到结果 那真的是越老越委屈 老师你这几期一直在提到一些课程 因为我当然我上过 可是很多电视机前面的朋友没有上过 这三天的课程 可不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是什么呢 我们这三天的课程叫做智慧人生 也就是说大家通过这三天的学习 你真的用你的智慧去过好你的人生 我们说学能改 习能变 学习就能改变 第一天我们就学的是数字一到九 刚才老师我们讨论的正面 负面缺失面 我们刚才只是简单的一下 但是在课程当中分析的很细致 然后让你就是从每一个点都能够正确的认识到它 还有一堂叫做生肖性命学 我们人都有生肖的 有时候我们跟家人怎么相处都不好 怎么跑去外面又那么好相处 原因在哪里 如果说通过学习以后 你发现到你的生肖没有跟你的这个名字匹配 九万多个汉字里面 只有三千多个汉字才是具有祝福的 祝孕的 或者是说我们叫做恭喜发财 影响婚姻啊 影响事业啊 影响健康啊 甚至影响子孙后代 这些都才我们这堂课学到 数字没有对错 都是能量惹的祸 那么我们能量高与低 怎样才能够知道 我们就有一堂能量学 就教会大家 你去学会调整能量 把控你的能量 你就把那些数字就走正面了 你吸引的就是成功 还有一个八十一组联合数字 刚刚我们讲的 单个数字有单个数字能量 联合数字有联合数字 联合数字可以让你知道 你的财富有多大 你又没有拥有财富 你的贵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是老的还是少的 你的圈子都是 就是说我们讲的是坑你的圈子 还是住你的圈子 你的子女是来报恩的 还是来报仇的 让你知道你的本命 十三组 你的流年还有十三组 它是在变的 本命的十三组 陪着你一生 如果你不小心你的数字 你的能量低 你把你的联合数字走了负面 你的运势就非常的不太顺 你要是通过学习 你把你的能量调整好 走了正面 你的人生已经很顺 在流年的时候 再把流年的联合数字走了正面 真的叫做顺上加顺风顺水 还有一个叫五行学说 这一堂课呢 金木水火土我们都懂对吧 但是你知不知道 我们的生命说明书里边的数字 有金木水火土 我们的金木水火土的数字 还关联着我们身体的健康 它不仅让你能够通过这堂课 学习到你的财富跟你的子女 平不平衡 你的事业跟你的伴侣的关系 还有你这一生有没有冠孕 有没有做老板的命 还是永远都是打工的 还是你的健康 是不是一开始就 从数字里边就看得到你的健康 有没有存在着某些重大疾病的可能性 还有一个就是财富流年 每九年就有一个循环 那我们说在走高运的时候 你把控住了 你这一年可以赚九年的钱 整个课程就是教会大家 如何了解自己的命运 如何掌握天时地利人和 然后真的把自己的人生过得 非常的有智慧 我是真的三天上好上满 我发现一件事 第一个首先三天的时间我跟你说 老师这么有会跟人都不一定学得会 所以它好处在哪里 它是一次付费终身复训 就是可以不断地去学 因为你今天懂了一点 明天懂了一点 后天懂了一点 然后跟老师多交流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蛮不错的 第二点就像刚才施耀老师说的 这跟算命不一样 算命我们把八字给到人家 人家就把结果给到我们 而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学完之后 我们就自己会去操作 自己会去研究 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最重要的是 过去你们都在新加坡 跟马来西亚开课 最近为什么老师跟 世安老师录这个视频呢 也就是因为世安老师呢 他们把这样的一个课程 推广到台湾来了 所以各位未来在台湾 就可以上课了 所以你就不用这么样的辛苦 要飞到新加坡去了 而且好像那个价位有很多 大概是新加坡的三分之一 也是对于台湾的这个朋友 非常友好 我是真心推荐 因为我自己本身上过课 让自己去了解自己 不管你今天用在事业上面 用在待人方面 用在家庭方面 用在交友方面 方方面面 只要懂得这个数字益金 我觉得对大家都有一个 非常加分的作用 最后老师我想请教一下 现在已经是2024年要尾身了 在我们的数字益金里面 什么样的隔一年是怎么算的 10月1号开始我们就走 2025年的尺寸 所以你翻成另外一年的是 从今年的10月1号 走到明年的10月1号 是下一个流年的运程 2025年是走什么样的运势 大家应该要注意到什么 我想最后这个问题跟你请教一下 分享给我们所有的朋友 2025年在我们的五星里面来讲 它是一个相生的年 它是一个人脉年 你能够把你的人脉控制住了 就会把它变现成为钱脉 你就是丰收的一年 我们说因为人多 能量不够高的情况下 它就会有点飘 所以说它运势方面 很多运势来它抓不住 您刚才提到那个流年 我也经常在说 其实开车就是有油门跟刹车 其实人生当中 有时候也是需要冲 有时候需要手 攻守之间怎么拿捏 其实一般我们过去没有学过 都是靠感觉 这个感觉往往会失真 有时候你就不小心 很好的时候就跌了一跤 所以现在如果有一个流年的数字 让我们很清楚知道 我们在什么时候运势高一点 可以多冲一点 什么时候运势低一点的时候 可以守一点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就像开车一样 取得一个平衡 我们就可以一路顺利平安 到达成功之路 我觉得这很重要 而且老师刚才也提到 2025年 这一年的话是走人脉年 也有一点浮动的概念 就是说因为人很多 左一言右一句 如果今天心里没有一定 定量的人 就会被大家左右 所以今天心情就很飘 也不知道到底做什么 假设你今天能够心里有一个目标 结合到有用的人脉去做运用 今年搞不好就是一个不错的年 还是提醒一下各位 如果在刚开始 对我们这些影片不大了解的话 不管你今天在哪一个频道 就是123456789 这九个我们总共分三集 只要在底下留言 我们会尽量请诗安老师 以及他的团队 能够帮我们回答的 尽量会跟大家清楚回答问题 假设对诗安老师的课程 有兴趣的 也欢迎在底下报名 感谢诗安老师特别从新加坡过来 希望改天还能够多多有机会 多互动一下 谢谢李洛老师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加油 拜拜 拜拜